我当选总统川普做出重要人事任命 杰夫·塞森斯将出任司法部长 迈克·弗林将军担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美联储主席耶伦称可能不久将夹击 奥巴马在德国呼吁川普对外政策不能开倒车 并且与默克尔共同撰文 称绝对不可倒退到全球化之前的世界 中国时间11月19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美国观察 我是安华 我是卡拉 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 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当选总统川普 在俄罗斯面前要挺直腰杆 继续和欧洲以及外部世界 保持和发展现有的接触政策 不能让全球化出现倒退 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正在德国访问 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迎接 奥巴马此访被广泛认为旨在巩固和强化 奥巴马政府在欧洲的政治遗产 因为即将上任的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 似乎将执行与奥巴马有区别的对外政策 其中包括同现有的欧洲盟国的关系 因此奥巴马此次访欧强调的主要信息是 美国将继续与世界进行接触 其中包括同欧洲盟国的既有关系 川普对俄罗斯的政策如何 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同欧洲盟国的关系 对此奥巴马说 希望他的继任者川普在俄罗斯面前挺之腰杆 像他一样采取类似的建设性方式 找到与俄罗斯的利益和价值观 彼此切合的领域开展合作 报道说 奥巴马抵达德国前 德国商业周刊发表奥巴马和默克尔 联合撰写的文章说 绝对不能倒退到全球化之前的世界 奥巴马星期五傍晚将结束欧洲之行 启程前往秘鲁 出席亚太经合峰会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周五宣布 他计划提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国会参议员 杰夫·塞申斯 出任下一届政府的司法部长一职 并且计划提名来自堪萨斯州的国会众议员 麦克·蓬佩奥 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川普还宣布将任命退录居中将 麦克·弗林特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自川普竞选一时 塞申斯参议员就力挺川普 并为他提供建议 塞申斯曾因在担任阿拉巴马州检察长时 据称发表过种族主义言论而受到批评 此外他还以反移民的立场闻名 被提名担任中情局局长的蓬佩奥 是副总统当选人麦克·彭斯的亲密盟友 蓬佩奥坚定反对奥巴马总统 与伊朗达成核协议 此外川普证实 此前一天有关他选择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 退录陆军中将麦克尔·弗林 担任新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消息 塞申斯与蓬佩奥的任命 需经参议院批准 但川普对弗林的提名 无需经过参议院 针对美国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川普星期五早晨的人事宣布 我们采访了美国之音政治记者 吉姆·马龙 马龙指出 从经验和资历来看 这三位候选人比较资深 但是其中弗林和塞申斯的 任职资格的争议性比较大 弗林表达过一些 针对伊斯兰宗教的评论 备受争议 他也许会主张对于伊斯兰恐怖组织 更强硬的做法 更军事化 他也会想更多的与俄罗斯接触 他认为美国应该加强与俄罗斯合作 弗林一直对普京政府比较合作 他参加了去年庆祝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今日俄罗斯的晚餐会 所以民众对于他过去实施的一些策略 会有一些怀疑 塞辛斯的背景的争议性 要追溯到1980年代 他曾被里根总统提名担任联邦法官 但是参议院并没有通过 有些证据列举了他过去的 关于种族议题不敏感的评论 现在他在参议院已经20多年了 担任司法委员会主席 从现在共和党在参议院占优势的情况看 塞辛斯被批准不会太难 但是在确定任职的听证会上 会引出多少争议 事态会变得多棘手 我们只有届时才能知道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这三位提名人都是川普早期的坚定支持者 由于他们在移民和同性婚姻等 很多重要议题上都比较保守 马龙说这相当于是川普发表的一个声明 首先他要带领这个国家朝更保守的方向发展 第二他会依赖那些在竞选过程中 一直忠心的人 那么这三个职位对美国未来内政外交政策 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其中中央情报局局长和联邦政府司法部长的职位 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 当前总统唐纳德川普过队团队的官员说 川普将在星期六和上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米特·罗姆尼会面 最近有消息说罗姆尼是川普的国务卿人选之一 2012年竞选总统失败的罗姆尼和川普的关系紧张 罗姆尼在这次竞选期间拒绝支持川普 两人还相互批评 那么两人的会面可能会被很多人认为 是川普向共和党建制派做出的和解姿态 另外来看呢 奥巴马政府八年任内 网络安全议题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采取了包括起诉中国解放军黑客 指控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在内的诸多行动 那么外国黑客的威胁一次次浮上台面 专注于网络安全的美国国会议员 呼吁未来的川普政府和国会合作 共同对抗网络威胁 同时认为对外国黑客应该更为严厉 那么在今天的科技101节目当中呢 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为我们进行介绍 耀义你好 黄你好 那么我们知道呢 现在是网络安全问题呢 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据你的了解观察 美国国会想采取什么样的一种行动 来对抗这种威胁 所以我们知道美国国会 已经关注网络安全好几年了 那么现在在国会里面有一位议员 他是共和党的代表 德州的国众议员 叫做威尔赫尔的议员呢 他曾经是担任这个 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 现在呢他是国会议员 他在国会当中就推动很多的 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案 那么呢 最近他就认为说 他认为说美国应该成立一个 所谓叫做Cyber National Guard 像是这个网络国民警卫队 这样的组织 然后由这样子的组织来培养 网络人才 现在联邦政府能工作之后呢 他们也能到私人企业工作 从而培养出一个 政府部门与私人产业 能够互相合作的一个 好的网络安全的环境 那么呢 这个关于说美国的国会 在未来要怎么样来跟 川普政府进行合作呢 我今天采访了这个赫尔的议员 那么赫尔的议员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们来看看 我想我们将持续改革科技产品的采购 确保我们在基础设施上 使用的是最新科技 我们也要确保政府部门 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 会持续下去 我想这是确保基础数码建设设施 能够完成的两个关键步骤 是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赫尔的议员 针对未来怎么跟川普政府 在国会来合作 还有这样的看法 那么今天刚好在一个智库呢 叫做跨党派政策中心 里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 叫做新政府的网络安全 展望执政百日 这个研讨会当中呢 与会者其实也担心 他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黑客行为 都是大的国家级的黑客 比如俄罗斯 中国等等 那么我们知道共和党的政府 是比较主张小政府的 那么如果说政府在缩减的同时 我们怎么样有办法 有足够的资源跟人力 来应对一下俄罗斯 中国这么大的黑客的攻击 那所以与会者提出这样的担忧 那么在这个伯克莱大学的 长期网络安全中心呢 教学主任叫斯蒂夫·韦伯 他认为说呢 即使是要删减政府的规模 但是网络安全你不可以忽视 因为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 所以他建议说 应该未来的川普政府 成立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单位 那么能够与这个产业界 政府界以及学术界 共同合作来应对 美国的网络安全 安华 也就是说呢 这是这个美国层面呢 美国方面将会采取的 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 或者说是一些建议 是 好的 感谢呢 美国林记者黄耀毅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呢 本次大选期间的 有俄罗斯这个黑客呢 介入了这个美国大选 对于这种国家层面的 这种黑客行动 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 这种举措或者是思路 是 那刚才我们就讲过 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 这一次非常的显眼 大家都看得到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说 这个曾经在克林顿政府 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 杰米克洛利克呢 他认为说 美国政府应该采取 更强硬的手段 因为影响到美国选举 这种事情 本来就是非法的 那么刚才我采访过 这个赫德议员 他也对这个相关的 这个说法呢 他觉得赞同 他认为应该更加强硬 我们看一下 赫德议员怎么说的 我们谈到红线在哪里 我认为针对某些 主要事件的回应 要更加明确 这才能达到贺阻效果 但我们要担心的是 我们做了红线之内的一切 然后就停了 如果敌人就是 故意不踩红线 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 拥有策略上的模糊地带 是很重要的 我们或许并不清楚 应该怎么回应 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要 以相通手法回应 比如我们受到数码攻击 不代表我们就要 用数码手段回应 比如黑客攻击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 攻击民主党 其实就是攻击全体美国人 我们不应该容忍 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认为 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驱逐 俄罗斯驻美大使 驱逐俄罗斯驻美的 高级情报人员 来彰显我们不会容忍 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回应 但是这又涉及 如何追究责任 追究责任是困难的 这就一般责任就够了吗 我们要指名道性的追究 还是要指名道性的追究 当有来自伊朗的 网络攻击时 伊朗总是说 不是我干的 但你明明有世界上 最严密管制的网络 你知道你的网络里有谁 你知道你的网络里 谁在干什么 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 那也是你支持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赫德议员他讲说 这个面对像俄罗斯黑客 这种攻击的时候 尤其影响到美国政治跟大学 我们应该都采取 更强硬的手段 不过他也说 因为美国军方虽然有这样的 网络战的一个设施 但是军队是不能够在 美国本土运作的 因此把网络安全的责任 落到了国土安全部的头上 那他也承认说 现在国土安全部的建制 还不够完全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 保护美国的我们的安全 不过他也说 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 好的好的 那么谢谢美国 科技记者黄耀一 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美国新总统通常在上任之初 拥有的政治影响力是最大的 特别是他所在的政党同时 也主控国会的这种时候 就更是如此 就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而言 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在辩论 川普究竟获得了多大程度的民意授权 来治理国家 以及他是不是应该寻求民主党人的支持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坚持说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面对前方的挑战 他最近在接受CBS60分钟节目采访时 试图让选民放心 我对此心怀尊敬 但并不恐惧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跃跃欲试地要落实共和党政纲 欢迎进入一个新的 团结的共和党政府的开端 不过新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查克舒默对川普的欢迎却有限度 当我们能够一道共识时 我们会的 但我还要对当选总统说的是 在我们有分歧的问题上 您可以预料到顽强抵抗 丹尼尔·汉米尔顿说 川普的胜选与那些寻求改变的支持者 对他的强烈支持密不可分 人们真心觉得他们想选他 并且改变体制 而不是不温不火地支持 一位建制派的候选人 专家史蒂芬·韦恩说 在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情况下 可以预计川普在落实他的立法项目时 动作会很快 所以你想趁热打铁 迅速行动 一般来说 对当选总统来说 国会党派构成 对他更为有利的时候 是他的第一届任期 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说 国会共和党人可能会礼让川普 他是实际的领导人 共和党人必须扣头 扣头这个词不合适 但是在相互通融方面 做出通融更多的必须是共和党人 而不是川普 不过即使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米奇·麦康奈尔也敦促谨慎行事 在选举人票上 川普明显获胜 不过在普选票上 他却输给了民主党对手 希拉里·克林顿 这对希望以强大的民意授权 来治理国家的川普来说 又是一个制约因素 美国支援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上星期的总统大选 令一些亚太盟国感到诧异 甚至是惊慌 但是种种迹象显示 美国与亚太盟友的紧密关系 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支援军事记者李宝 来到联播室 就这个话题来进行讨论 李宝 你在上一周 在我们的节目里 你是谈到了说 美国的亚太盟友 对于这一次美国大选的结果 其实态度并不乐观 那么现在一周过去 这种态度有转变吗 首先我们 你刚才提到 我们上个礼拜谈亚太同盟 其实这个话题 我们可以每个礼拜都谈 尤其在美国政府换届的时候 非常非常重要 刚才你提到说 选举结果刚出来 很多国家 这个亚太盟国 诧异惊惊慌不安 当然有它的内在原因 首先大家都 没有猜到他会赢 对吧 川普会当选 还有就是贸易和国防方面 川普确实在这个进行当中 不断地去批评 像日本 韩国 这些美国最铁的一些盟友 这些国家 他们这个做法 那么至于你说到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就是我想这些国家 可能意识到 没有办法要面对现实 对吧 管理喜欢不喜欢 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他是美国的当选总统 1月20号会成为美国的 正式成为美国的总统 那么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那么就接下来就是寻求怎么样合作 跟美国的这个下一位总统 怎么合作 在这种的这个背景下 安倍首相 日本首相安倍 跟当选总统川普 在美国时间昨天 礼拜四的时候举行了会晤 两个人在会晤之后都说 不错啊 很成功啊 而且呢 这个气氛还是很融洽 当然是我们好像记者没有在场 我们也不知道 大家看到照片是川普的脸书上 这个贴出来的 那么关于这个澳大利亚方面呢 特恩布尔这个总理呢 早就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已经是跟川普通过电话 而且川普跟他想保证说 哎 美国会坚持这个致力于 在亚洲 保持亚洲这个盟国的这个安全 而且澳大利亚海军的一位联络官 这个礼拜跟我讲 他说其实啊 我们澳洲人呢 其实也不太介意 我们当时所介意的就是说 川普这个为人 是不是有点这个做法有点过分 但是呢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 不管谁当总统 美国都会致力于保卫 这个澳大利亚的安全 那么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盟国 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呢 那么之前我们都知道 这个菲律宾总统 不断地说一些这个损美国的话 但是呢 很有意思就是说 川普当选之后呢 这个菲律宾总统就收敛了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要接受现实 接受现实 那么哈里斯上将 也就是美国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哈里斯上将 这个礼拜二来到华盛顿 他就专门讲到菲律宾的事情 他说其实啊 这些言论呢 确实令人不安 但是呢 他说我作为这个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 我跟这个菲律宾 这些军方最高观念的 私人关系都非常好 而且我也预计 他说美国和菲律宾的这种 军事同盟关系呢 会继续地 继续地坚强坚持下去 而且会 应该会走得越来越好 那你刚才提到 像这些亚太盟国 他们都在自己做调整 那么真的当川普在明年1月 他的政府上台之后 他遇到的挑战有哪些 我相信这些挑战有非常非常多 但是呢 咱们最清楚的 或者最直接就是关于这个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因为呢 美国的这个亚太盟国 一直把TPP作为一个 美国在 亚洲在银行 以及美国跟这个亚洲 其他国家在一起建立一种 同盟的一种一种基石 一种核心内容 但是呢 川普在这个竞选过程当中 不断地讲 不断地讲 我当选的话 我就会把这个TPP彻底抛弃 那现在问题就在于 好了 你要是把TPP抛弃的话 那你有没有一个替代方案 如果没有这个替代方案的话 这些盟国担心的是什么呢 中国会趁虚而入 那你说到了中国 那中国对于美国以及 美国的亚太盟国 他的这些动作有什么样的看法 还有包括就是以后的美中之间的军事合作 有什么样的期待 讲到北京对川普跟日本首相 这个安倍的星期四的会晤 他们外交部的反应就是说 其实我们乐见 国与国之间这种正常的 正常关系 这没什么不好的 但是呢 很快就抛一句话说 国与国之间嘛 建立什么双边关系 只要不影响第三国家的利益就好了 我们所知道就是说 中国在这个过去几年当中 不断在批评美国的亚太这个政策 美国跟亚洲同盟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 他认为是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以呢 相信就是说川普执政之后呢 中国不断的会以同样的这样一个眼光 去看待美国跟这些亚洲盟国的 这个军事合作关系 至于讲到两军 中国跟美国之间两军关系 这个呢 这位外交部发言人呢也说 这也是正常的关系 我们还是会继续下去 而且把这个两军关系 作为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 所以呢 我们认为就是说 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就是说 这种情况就是两军 军事合作会继续的下去 美国方面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就是美军 会尽量的找机会 跟中国的军队合作 但是呢 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要做好准备 做好对抗的准备 如果有必要的话 当然没有说 在什么情况下 要做好对抗的准备 就是说有必要的话 必须做好对抗的准备 把话先说在前面了已经 好的 非常感谢李宝 谢谢 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 美联储主席 耶伦表示美联储 过很快加息 川普的拉美裔顾问 奎诺恩斯呢 阐述下任总统的移民计划 随着伊拉克政府军 在美军支援下 攻入摩苏尔 雅兹迪女战士组成的队伍 收看美国之音 DOA卫视的中文节目 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 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 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 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 使用小耳朵天线 来收看DOA卫视 亚太5号位于东京 138度上空 其他具体安装参数 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 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的激化方式 是水平激化 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 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 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 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锅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 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 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 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 本正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 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 符号率是每秒2.5兆浮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 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 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 信号强度 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 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 按键确认后 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BOA卫视的美国观察 一起来回顾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 奥巴马访问欧洲 希望当选总统川普在俄罗斯面前挺直腰杆 不让全球化出现倒退 川普宣布计划提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国会参议员 杰夫·塞森斯出任下一届政府的司法部长 亚太盟友态度转变 种种迹象显示 与美国的紧密关系会继续下去 川普提名了两位议员出任下一届政府的官员 各方还在持续关注可能的国务型人选 以及新政府的外交政策 民主党议员今天是再次提出了呼吁 期盼新当选总统川普能够持续加强和盟友的合作 有关详情 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人记者李亦华带我们进行了解 亦华你好 是的 安华你好 我们目前我们知道各界都十分关注美国未来会如何参与国际事务 因为川普的这种新孤立主义这种趋向 确实令盟友和各方担心 那么新政府是不是会有新的方向 国会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讨论呢 好的 安华最近许多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还有众议员都是都出来大力呼吁这个未来的川普新政府 希望川普新政府能够继续强化美国还有许多这国际上盟友的合作 那么今天我们采访的是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莫菲 莫菲参议员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他谈到了同样的话题 那我们知道莫菲呢是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 莫菲参议员他是认为说目前没有人知道新政府的外交方向是什么 在竞选期间川普的外交政策就像是一个黑盒子 没有人知道里面的这个内容这是令他十分担心的一件事情 不过呢他目前希望的是说希望新当选的总统川普能够找到好的施政团队 来弥补他在这个行政经验不足方面的这个弱点 那当我们提到这个有关这个新政府的这个亚洲政策的时候呢 这个莫菲参议员他也表示说目前才刚刚结束选举十天左右 在没有足够的资讯下他没有办法预测川普的外交路线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参议员莫菲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民众知道他们是选了一位没有外交经验的人 因此有个学习的过程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一点都不奇怪 我现在希望的是当选总统川普能任命好的有经验的人才 如果国务卿或国防部长有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人来担任 那么我会非常担心 不过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并不担心他们选择了一位没有外交经验的总统 所以他们知道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未来 每当我们和盟友合作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强大 每当我们和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时我们也就更有效率 美国现在面临许多威胁我们无法独自面对这些威胁 所以无论是联合国北约或者其他正式盟友 我们都应当紧密合作我们必须这么做 我们也希望川普政府会这么做 那么莫菲参议员还提到说 未来的川普新政府在上任之后一定会有一段的学习期 他们也希望川普能够和其他盟友来学习互动 那么这一点和我们昨天采访的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 亚当史密斯众议员的论点是相呼应的 也就是说主张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必须要和其他的国家合作 建立一个多边的合作架构来应对世界各地拥有的这种 目前所面临的这种冲突还有威胁 这样的方向不只是运用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在对于亚洲方面的挑战包括南中国海的冲突 朝鲜的威胁等等也都需要和这个所有的其他国家来进行合作相对应 一华我们看到呢在谈到亚洲局势的时候 美国智库学者估计一定会谈到中国因素 不过对美国来说东亚地区最大的不定时炸弹应该是朝鲜 那么在今天的采访活动当中有没有谈到有关的议题 是的我们今天也就这个亚洲的局势的问题呢 采访了这个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他也现在是担任这个全球战略公司 奥尔布莱特这个石桥集团的高级主任 埃文斯瑞维尔 那么我们知道瑞维尔他其实是美国在亚洲事务 还有对朝鲜谈判这方面的这个资深外交人士 他和我们谈到说长远来看 他希望美国的外交重心一定要放在亚洲 他认为说这个21世纪的这个重大变化还有发展 都将在亚太地区发生 因此美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必须要重视亚太的这个局势 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来说 是一个亚洲战略地理上的这个最大的挑战 但这个地区当中最直接最现在的这个威胁呢 则是两个月前才刚刚进行的这个核试验的朝鲜 那么谈到这个朝鲜问题呢 也一定会考虑到这个中国因素 不过瑞维尔说他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 已经到达了极限 没有办法继续向朝鲜来施压 他发现在最近一次的这个朝鲜的核试验当中 中国方面的许多言论还有一些这个回应 都出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变化 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瑞维尔在接受我们采访时 他怎么说 中国官员在有关问题上的语调出现了一些变化 今年九月朝鲜进行了第五次 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核试验 地点离中国边境不远 当时中国的回应和以往十分不同 自九月以来 美国和其他国家努力推动联合国安领会通过新的决议 但一直没有成功 有传闻说有可能在下周通过 由于上述原因和其他原因 特别是从中国媒体的调子 和中国专家学者的言论来看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变得更加消极 老实说也不太合作 是的 瑞维尔在和我们的访谈当中还提到了 对于朝鲜 中国是有它的地理安全考量的 也就是说如果朝鲜垮台了 中国也会担心是不是会有大批难民的问题 那瑞维尔说 根据他的观察 其实中国真正希望的是朝鲜能够进行 像是中国在上个世纪80 90年代所进行的经济改革那个样子 不过他认为这个愿望要实现的几率不太大 因为进行改革对于朝鲜掌权的金氏家族来说 也意味的是权力还有财力 以及执政能力的失去 因此他们应该是不会这么做 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主持人 好的 谢谢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李一华 在美国之音新闻中心所做的现场报道 下面来关注宏观经济方面的消息 美联储主席叶伦表示 美国经济的好转为可能的加息提供了条件 下面来看美国之音吉兰德的报道 美联储主席叶伦表示 美国经济正在好转 也许很快就不再需要为刺激经济而实施的超低利率 他星期四出席国会一个重要委员会的听证会时说 加息或许会较快到来 但方式是渐进的 目标幅度内加息的可能性继续增加 在经济衰退期间 许多人失去工作和房产 经济收缩 为刺激增长 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接近零的水平 在那期间美国的失业率曾到过10%的高点 目前低至4.9% 低利率有助于促进就业 但也有引发通胀恶果的风险 美联储在去年12月小幅加息 许多投资者预计下个月会有新一轮的加息 叶伦说 让利率维持在地位太久 有可能会鼓励风险性投资 伤害金融稳定性 如果利率太低 通胀有可能会快速上升 迫使美联储采集刹车 迅速加息 这样就会打乱企业和投资者的计划 如果公开市场委员会推迟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太久的话 最后就有可能不得不相对突然的收紧货币政策 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议减税和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开支来促进就业 批评人士说 这个措施或许也会加剧通胀 川普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 叶伦星期四也被问到 川普的政策提议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叶伦说 美联储官员将继续观望 当经济政策更加明确的时候 美联储会评估政策对就业和通胀的影响 根据情况调整经济展望 叶伦说 就业市场仍有改善的空间 对非洲裔和拉美伊美国人来说 尤其如此 美国之音吉兰德 华盛顿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移民问题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 在移民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强硬 自从盛选以来 他试图缓和人们对此的担忧 美国之音采访了川普的拉美伊顾问委员会成员 路易奎诺恩斯 让他来阐述下任总统的移民计划 一起来看 在欧洲去年发生恐怖袭击之后 川普要求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 他还要求对已经在美国的穆斯林加强控制 奎诺恩斯对美国之音说 不管是不是穆斯林 合法在美国的移民 没有理由担心 我们针对的是极端穆斯林 他们信仰的不是真正的宗教 他们不信仰和平 任何人 他们若是要造成伤害 便是不受欢迎的 我们会予以打击 如果他们来到美国成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 而且对社会做出贡献 他们绝对没有理由害怕 不会有遣返 我们不会针对他们 奎诺恩斯还表示 不会大规模遣返无证劳工 现在要害怕的只有罪犯 没错 他们会被遣返 人数众多 三百多万 他们会遭遣返 我们还会遣返那些用旅游签证来美国 但预期滞留的人 我们需要他们来美国旅游观光 但是如果他们滥用旅游签证 企图在这里永久待下去 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川普政府计划对犯罪分子进行追踪 确保他们被遣返之后 无法再入境美国 在21号这天 也就是新总统宣誓就职后的第一天 我们会查看数据库 找出罪犯及他们的藏身之处 我们会雇佣7500名新的边境巡逻员 一旦我们找出那些罪犯 我们就会开始搜寻 找到他们后 就将他们遣送出境 如果他们无视规定 而且对你们在美国不受欢迎的讯息置之不理 那么他们就要坐牢 美国一些主要城市的当局表示 他们的城市将继续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 奎诺恩斯说 藐视法律的官员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 而这些城市的一些重要项目 可能会失去联邦资金的支持 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有墨语博报 再来关注几条中国简讯 为苹果公司制造iPhone智能手机的 台湾红海集团 开始考虑寻求在美国设厂生产的方案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曾经表示 可能带要打击在海外设厂生产的美国公司 卫星照片显示越南延长了其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当中 一个岛屿上的飞机跑道 飞机跑道延长使越南得以部署海上侦察机 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表示 加拿大征兵部门的网页星期四遭到了黑客攻击 网页被转接到了中国政府官方网站 加拿大军方正在进行调查 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创办人李彦宏 星期五在乌镇举办互联网大会期间表示 如果美国高科技基地硅谷的人才 担心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后 美国国内的创造力受到伤害 中国将欢迎他们到中国发展 纽约州澳农加达郡警方说 经调查发现两名男子因为今年秋天 一桩毒品交易抢劫案中 打死一名中国留学生而被起诉 警方并没有透露案发细节 但是他说在这个学生的汽车里 发现了毒品 因此推断这起谋杀案和毒品有关 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重返纽约 并展出他的最新作品 那么作为一名政治异议艺术家 他的作品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纽约记者方斌 请他带我们前去参观 方斌你好 方斌 能听到吗 主持人你好 你好 艾未此次重返纽约 正值美国总统大选 一场激烈之际 他的作品对难民问题 对人权问题的关注 被称作是在纽约艺术舞台上 发表的一则政治声明 因为反对现行的移民政策 反对接受更多的难民 是当选总统川普及其支持者的 强大声音 艾未这次在纽约的三个画廊 展出四件大型作品 其中以难民为主题的作品 规模最大 也最引人注目 下面来看我们的报道 艾未未以中东难民为主题的作品 在纽约的Dietje Project画廊展出 取名 艾未未洗衣房 走进展厅 让你感受到的是 艾未未作品通常具有的 一种巨大的冲击力 作品的主题是 一万多中东难民 在被驱离 位于希腊马其顿边境的 一个难民营时 所遗弃的 总数为两千多件的 衣服和鞋子 艾未未说 这些被战火蹂躏的难民 必须离开自己的国家 放弃自己所有的东西 不仅是物质的东西 房屋 钱财 还有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邻居 自己的宗教 放弃一切 爬山涉水 寻找任何可以把它们 带到安全地带的出路 艾未未搜集了这些物品 把它们运到柏林的画室 每一件衣物都被洗净运瓶 经过分类 整齐排列在衣架上 里面有婴儿的衣服 成人的裤子 衬衫 毛衣 外套等等 40个衣架布满整个展厅 当观看这些展品时 观众不可能感受不到 这些难民的存在 也会深思他们当时的处境 和以后的命运 当我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面对那里的情况 我不认为这对中国是没有帮助的 我认为人权是普世价值 和每个人相关 贴满展厅墙壁的是艾未未在难民营 接触难民和从事创作的各种照片 整个展厅的地板上覆盖的 是难民团体通过社交短信交换信息的印刷品 制成的墙值 艾未未在纽约其他两个画廊展出的是 同一主题2016根与枝之下的不同作品 它们分别是在Lisson画廊的 九件铸铸铁装置品 和在Mary Boone画廊的 一件用不同老树枝树根拼接而成的 一棵大树 美国之音方斌张珍 纽约报道 好的 那么我们感谢 由美国媒体称艾未未是把一整个难民营 搬到了纽约曼哈顿的苏河区 艾未未表示 接下来他还要去墨西哥和非洲 继续他的以难民为主题的创作 主持人 好的 感谢美国之音 祝纽约记者方斌和张珍 发回的精彩报道 中国近期上映的影片 《我的战争》 讲述中国抗美援朝的一段历史 而一部为芯片上映造势的宣传短片 却引起网友争议 休息一下 回来进入这个话题的讨论 美国之音 VOA卫视全面改版 星期二到星期六 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 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 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 周一到周四 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 时事大家谈 洞察中国焦点 偷袭社会现实 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 焦点对话 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 周六晚上九点到十点 VOA卫视周末专辑 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 周日晚上八点到九点 解密时刻 带您寻找历史真相 周日晚上九点到十点 海峡论坛 从台北和华盛顿 探讨两岸现状 美国之音的脸书和YouTube网页 同时直播VOA卫视现场节目 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 与主持人交流 向来宾提问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美国精神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 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 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VOA卫视 美国观察 中国近期上映的影片 《我的战争》 讲述中国抗美援朝的一段历史 而一步不到三分钟的 为芯片上映造势的公益宣传短片 其中浓厚的政治色彩 却引起网友的热议 宣传片中 一对中国老年旅游团 来到首尔观光 在大巴上和年轻的 韩国导游姑娘进行交谈 游客们告诉导游 这并非是他们首次造访首尔 六十多年前 他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 钢刀莲的战士 曾经举着红旗进汉城 这些演员很多都经历过 抗美援朝战争 创作团队似乎是试图 激发怀旧情绪 引起好感 但似乎是适得其反 网友批评宣传片中 炫耀武力 缺乏对朝鲜半岛民众 所承受的战争创伤的 尊重与同情 下面我们就连线 美国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 请他分享对这一次的争议 以及这一起历史事件的观点 马昭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在这个宣传短片当中 是由很多的老一辈的演员 来扮演志愿军老兵的 这本身其实是一个 比较讨巧的办法 但是是什么样的因素 使得这个短片 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好 主持人 我觉得这个短片 引起大家最大争议的是 他对战争解释的方法问题 因为我们说 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 他们曾经有些人 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 那么有些人 也曾经扮演过 这个朝鲜战争题材电影的 一些角色 那么当然他们 在现在还要 以前的这种革命的手法 以及这种革命的立场 来解读现在 我们对朝鲜战争的理解 那么这种革命的方法 实际上已经不能够 为大家现在所接受 这个就是说 引起了网上 这个网友很大批评的 一个主要的症结所在 那马赵教授 您的观点是什么 您认为这样的一部 短片合适吗 这样的短片 实际上我说 合适不合适 到实际上 这个问题可能应该另外一方法去理解 那么实际上它反映出来的 是两种不同的 对战争的理解方法 那么在对于这个老一辈的 这个电影人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这样的解读方法 实际上是60年代 50年代革命时期的 一种解读方法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他可能也确实是相信 这样一种对战争的定义 也就是说这是一场爱国主义 爱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主义 那么援助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场革命战争 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改革开放以后 已经近40年了 那么以前曾经说过的这些国际主义 已经不再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的政治话语了 那么所以现在对于以前有很大的区别 这种巨大的区别 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 一个很明显的外交上的转型 另外一方面也就决定了这部影片 和它背后所代表的这种历史上的说法 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是我们您刚才提到这部影片 我们就来说说这部影片 那我们知道我的战争 其实是配合这个10月25号 中国的抗美援朝纪念日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推出这样一部主题的电影 其实也是意料之中 那么和以前的同类主题的影片相比 这部电影有什么不同之处 首先我先要想有一点可能要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部电影本身 可能和10月25号这个节点 这个时间节点 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关系不是非常大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影片 实际上它是香港导演导演的 那么有当红的中国大陆演员 那么其中又动用了很多的特技摄影 特技效果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以战争题材的商业片 它最终追求的实际上是商业的票房价值 所以这个政治方面 可能不宜做过多的解读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同时大家也要看到 这个电影的上映 也表现出我们说和现在当下 中国整个文化市场一个基本的 一个正后的反应吧 也就是说这些当下电影的市场 它在大多数情况之下 回避了很多严肃的社会问题 当今的社会问题 那么对于这些历史题材 也缺乏一些深度的反思 那么这个可能是和这几年来 意识形态领域内 有一些收紧尺度的大环境 这个收紧的大环境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电影的 给我们带来最多的思考的地方 马张教授您刚才提到了 这个除了这个收紧尺度 那么在观众方面 有没有观众方面的因素呢 因为这个影片中 很多沉重的历史 其实是并没有被这个足够的解释 而这个人们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 或者说这个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 其实是非常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渲染 那么这是不是也体现了 现在中国观众口味的一个转变呢 这个的确是一方面是观众口味的转变 因为我们说大家现在可能更多的 看的是一些怀旧题材的影视剧 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反映都市情感的影视剧 所以这样的话呢 情感自然要比这个沉重的历史呢 可能更容易招引当下观众的胃口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也是导演团队呢 在试图呢换一种方法来解释一个过去的历史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过去的这种革命史的方法 解释是朝鲜战争呢 已经不能够为广大观众 广大的这个甚至于读者吧 就这种广大的受众所接受 那么就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法 这个新的方法从何处去找呢 我们说去找一些比如战争中的爱情 战争中的个性 战争中的一些个人体验 战争中一些英雄主义 这些东西本身呢 不涉及太多的政治的话语 不涉及太多的像国际主义啊 爱国主义啊 不涉及这样的一些沉重的政治话语 那么可能呢 在这个导演团队心中呢 他觉得这个是一种 把一种旧的题材拿出来 重新翻新上映中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 曼教授您也参与拍摄了 这个PBS纪录片《长津湖战役》 那PBS是怎么样讲述这段历史的呢 《长津湖战役》啊 我们说这一部纪录片呢 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公共广播公司呢 11月大概1号 11月1号上映的一部 大概两个小时的纪录片 那么他呢 讲述的呢 也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次战役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讲述的方法呢 实际上和美国历来 对朝鲜战争的一个 基本解释方法是一致的 那么之所以这样说呢 是因为朝鲜战争在美国整个的历史话语中呢 被称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因为这场战争是在越战之前 那所以很快的越战的爆发呢 就把这个公众的话题和注意力呢 转向了一个新的战争 所以这场战争几乎呢 就被大家遗忘了 那么美国在讲这个 美国这部纪录片呢 讲这个战争的时候呢 采取的一种呢 也是一个基本的 我们叫它叫做去政治化的一种讲述方法 也就是说呢 它呢 也是基本上是关注的 战争中士兵个人的这个生理体验 士兵个人的心理体验 以及是这个战争中的一些 这个交战场景 以及包括在个人层面呢 这个战争对个人的这个生理和精神的影响 从这一点上讲呢 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 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呢 是战争中的一个一对敌手 但是呢 在战争结束60多年之后呢 两个国家这个在讲述战争的时候呢 几乎用同样的方法 就是说都不代替过去的一种政治性的话题 而转移呢 到以个人行为呢 来解释这场战争的意义 好的 马赵教授 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 两国现在用艺术的手段来表达 来这个诠释这场战争的手法 其实非常相似的 但是这个 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和美国 都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那么就您来看 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国际地位 以及如今的这个中美关系 还有东亚方面的格局 都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能分成两部分来谈这个问题吧 首先谈战争本身的影响 影响还是很大的 我们说从军事层面来说呢 中国呢 是赢得了一些这个战争的 而且呢 不仅是说从三八线 把美军呢又不仅是从中朝边境 把美军又打回到了三八线 另外呢 我们从这个长青湖战役 这个纪录片中也可以看到 美国呢 对中国的志愿军和对中国的 这个所谓战略对手吧 那么有一种新的看法 那么是称中国是一个 值得尊重的对手 这是从军事层面上 那么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呢 当然冷战呢 这是冷战中的第一场热战 那么由此造成了呢 冷战中的一个全面对峙的情况 那么从中国方面来说呢 中国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 中苏同盟 那么是从此开始 那么中国也开始呢 开展一种革命性的外交 走向世界 那么从中美关系来讲呢 那么开启了中美冷战 近大概二十多年的时间 一直到1972年 尼克松总统访华 这种冷战格局呢 才开始松动 那么当然呢 如果再考虑到 对于中国国内问题的影响的话呢 那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 台湾问题呢 就此就被搁置起来了 因为呢台湾正式被协防到了 美国的整个东亚防御体系之内 这是对于中国的一个 怎么说呢 历史上的一些地位上的影响 对于目前来说呢 朝鲜战争呢 实际上不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当代的政治话题了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已经不可能 为了朝鲜再去进行第二次朝鲜战争 虽然中朝之间呢 还保持了同盟国的关系 那么目前来说呢 中朝关系和中美关系呢 都进入到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 我们呢可能把它可以称作叫一种磨合期 这种磨合主要来源呢 就是美国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 和美国新当选的总统 因为这个总统呢 我们知道他以前没有任何政治经历 也没有任何军事经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到底新总统如何来处理 美国在东亚的一个外交关系 如何处理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利益 和外交利益 这都是值得大家去考量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朝鲜呢 和中国呢 都在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 来看看到底 下一步会有什么样新的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走势吧 好的 马教授 您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川普上台之后 美国对亚洲和这个 对亚洲对中国的这个 政策会影响这个亚太的局势啊 那川普上台之后 您认为美国会不会和俄罗斯的关系 是有所缓和呢 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我们说川普在他竞选期间呢 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他主动强调呢 是要和俄罗斯呢 进行更多的对话 进行更多的交流 甚至于呢 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 我觉得呢 这个呢 目前来看呢 也是一个我们需要观望的地方 因为呢 我们说川普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商人出身 那么在他考量 美国政治利益的时候呢 究竟是全盘考虑呢 还是说单独的一个个案 个案的单边关系的考虑 这个目前来说也不清晰 而且这个东西呢 还要取决于呢 川普的整个外交团队的 一个基本的定调 我们说目前来说呢 整个的新政府的 在过渡期之间 一些重要的人选 还没有浮出水面 国内方面呢 像司法部长啊 像白宫的这个幕僚长啊 这些东西已经有定论了 但是呢 究竟国务卿是谁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又是怎么样来定 这些东西呢 都还处在一个问号的 就是还是一个问号吧 那么我们随着这些东西 逐渐的明显的 明细化呢 可能我们可以有 更好的猜测吧 好的 非常感谢马昭教授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好 下面是最新消息 美国当选总统 唐纳德川普 星期五呢 同意支付 2500万美元 在川普大学 欺诈案中呢 达成和解 纽约总检察长呢 宣布了这项和解案 随着伊拉克政府军 在美军支援下攻入摩苏尔 在西边 一直由雅兹底女战士组成的队伍 也不断地发展壮大 他们正在积极练兵 保卫传统城镇 不受到伊斯兰国的侵犯 美国之音记者西色摩多克 从伊拉克发来报道 在一个星期一的宁静傍晚 夕阳西下 年轻的女战士 在笑舌改建的基地里 玩着排球 2014年 伊斯兰国曾横扫这片地区 当地几乎找不到一个 没有经历过恐怖的 雅兹底人 也许最为痛苦的 就是年轻女性了 数以千计的女子 遭到绑架并被卖为性奴 还有数千人 至今仍下落不明 激进分子带走了 我们的女儿和姐妹 把她们卖到其他城市 我加入赶死队 是为了保卫家园 自从伊斯兰国席卷本地区之后 这支娘子军 壮大到了几百人 还有数千名雅兹底女性 要求参军 伊斯兰国肆虐期间 犯下了联合国所说的 种族灭绝罪 数万雅兹底人 逃入辛加尔镇周围的深山 数千人因无栖息之处 而死在野外 其他人在辛加尔惨遭屠杀 尸体被抛进 他们自己被迫挖进的论葬坑 我们在前线用各种武器 保卫我们的女儿和我们的人民 作为雅兹底人 我们反对攻击和杀害人民 可如今恐怖分子为了杀害人民 不惜把自己炸死 他们喜欢玩火 那我们就以火攻火 他说 库尔德赶死军一年前攻克辛加尔后 他就在前线奋战了 他麾下的女战士正在积极练兵 他们不仅要保卫其他雅兹底人 还要保卫整个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自治区 不让任何人在伤害他们 美国之音记者西瑟莫多克 伊拉克苏尼报道 好 欢迎回来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是长期不合的对手 但是在美国的南亚移民却经常发现 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比如说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 一家由一名来自印度的移民 和一名巴基斯坦移民就合开了餐厅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详细请看美国之音弗莱库斯的报道 在餐厅开张之前 两位老板伊姆兰坎与哈斯南维切尔 为当地居民举办了一些试吃活动 以征求他们的反馈 我愿意每天都吃这个 味道好极了 伊姆兰大约一年前找到我后说 咱们俩一块开个餐馆吧 之后我们就开始找合适的开餐馆的地方 在找了很多地方之后 我们都爱上了这里 这里在1931年的时候曾是个加油站 至今仍依稀保留这些当年的模样 餐厅位于休斯顿市中心附近蒙特罗斯区 在一场渔湾生夜举办的实施活动上 一些民众身穿奇装异服前来 他们没有忘记品尝美食 才是这场活动的主题 食物太美味了 我觉得厨师将印度风味 与德州风味相融合的想法太棒了 在休斯顿此前从未有这种美味 菜单的组合体现了餐厅两位老板 对于美食的品味 我们是美国人 也是德州人 但同时我们也将印度的餐饮文化 与这个社区的其他成员分享 我喜欢美味的汉堡 还喜欢炸鸡排 炸鸡排就像这样的食物吧 还有索豆泥配香酸肉汤 这两名都有着南亚背景的德州人 是多年老有了 他们的关系远不像 他们两个祖国之间的关系那样不合 我们俩的祖国 确实他们之间有矛盾 但在这里情况是不同的 两人不仅分享了一种文化 一种美味 还透露了他们对于这家餐厅 未来愿景的展望 其中包括在屋顶上建一个露台 在上面能看到休斯顿部分的天际线 咱们可以走出室内 在赏米莱聊天 饱览室中心壮观的天际线 在独立节和新年的时候 还可以在这看看烟火 任何生意都有风险 但两人对于他们的经营计划有信心 说到底 最重要的还是食物本身 弗莱库斯 修斯恩报道 好的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 就是这些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又到了周末了 卡拉 我们一起来祝观众周末愉快 是的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